主演韓劇學校2013和皮諾秋 而在亞洲人氣高漲的韓國男演員李忠碩 14日中午閃電敵台 原定11點20分飛抵桃園機場 且走VIP通道不現身 但由於天候影響 臨時改為松山機場出關 晚間他也出席了時尚精品開幕活動 帥氣現身 粉絲為了輕度李忠碩的風采 同樣擠爆現場 除了韓國男神李忠碩 凱姆活動也有不少台灣男星出席 其中演出多部偶像劇的李國藝 以同系列裝扮帥氣現身 與韓星李忠碩嘎氣場 此外女星陳怡蓉一身火紅洋裝出席活動 仍不免被溫到何時要和男友步入禮堂呢 大概決定什麼時候 可能就是要看心情看天氣跟看氣氛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就是好好的過生活嘛 就是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的 他的求婚的時間太早了 導致於大家會覺得可能是好像接下來有一步 接下來會怎麼樣持續的發生 但是我們的交往就是一個還蠻正常的相處情形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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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